来到高雄瑞峰夜市 平常日夜挤满人 抬头看有什么新鲜货 发现中国风网红小吃特别多 招牌简体制 湘西土匪锅巴 常常特殊模具加生米 烤出脆脆锅巴后 加馅料对半折 整排炉具烤满满 生意超好 这是哪里的美食啊 南京的 梅花造型 上面放五彩汤圆果干 有地瓜 芋头馅料 色彩缤纷 甜甜糯糯 这是南京传统甜点梅花糕 都是最近攻占小红书 抖音 网红美食 不管是中国或是很多西方 日本 韩国 很多小吃 其实在台湾都越来越多 刚刚这个叫煎饼 这个叫果子 另外像是北京煎饼果子 陕西肉夹馍 福建炒面 这些都已经算常见 摊贩就算卖的是臭豆腐 也要加一个长沙 香料13香也来自中国 各省爆红美食 在瑞峰夜市比例慢慢变高 不说都以为来到中国 就看你的本事 也不会说什么入侵不入侵 有影响到你的生意吗 一定会啊 游客就会越来越多 选择越来越多就越好 卖台湾的在地美食摊位 有的认为多少被影响 有的认为良性竞争 瑞峰夜市这一波 中国网红小吃潮 会昙花一现 还是持续扩张 还等待观察 三秀人的湾景古仙 高雄报道 卤过的猪肉用菜刀剁成碎肉 放进锅里加热炒一炒再夹进酥脆饼皮 最后放上满满蔬菜 热腾腾肉夹馍新鲜出炉 中国美食肉夹馍在台湾创红 不过有民众把它跟挂包做比较 民众看法不一 有的说肉夹馍跟挂包外表很像 有的说口感一个酥脆 一个嫩Q根本不一样 煎台上铺上一勺绿豆粉画出超大的圆 再搭上鸡蛋放上蔬菜葱花 还有这个口感酥脆像油条的果子 折起对半 最后整个包起来装进盒子里 这个来自天津的煎饼果子 也有民众说像烧饼油条 料很多的烧饼 我觉得它蛮好吃的 就皮脆脆的 或少其实都会有一点类似 可能它会比较接近我们传统的那种 面糊蛋饼的口感会比较像 因为它的饼皮是比较偏软Q的 业者说煎饼果子饼皮 使用绿豆粉制作 口感更像蛋饼皮 生意好一天可以卖出上百份 大陆美食进攻台湾跟台湾小吃 比外观比口味好不好吃 各有所好 三立新闻胡思音成员高雄报道